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会被人骂叫卖国贼呢 是因为在转基因主粮的这个问题上 你居然能够说持支持态度 支持态度 这个当然让我们就很难理解了 咱们我们已经讲了一集 但是意义是如此的未见 所以呢 我决定再讲一集 我跟你讲这个转基因水稻 说什么中国农业部 现在也通过可以在我们老家煽动 煽种是吧 然后呢 这个国家一号文件 也是说要支持这个转基因的这个粮食 我最近看这个郎贤平教授 他讲 他说呀 他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吧 这学术活动上有一个主持人讲到 这个这个有一个研究员叫蒋高明 这个蒋高明讲什么叫转基因水稻呢 就是在水稻里引入抗虫基因 就是这个抗虫基因呢 让水稻分泌一种叫做BT的玩意儿 是一种有毒蛋白 这种毒蛋白啊 虫子吃了之后会被毒死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 虫子吃不下去 人能吃得下去 难道就不会被毒死吗 对 尤其是长期的吃 他这个是做过安全检测的 也就是说这个 他 其实转基因的安全性这么说 就是不同的转基因食品 它的安全性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有的就是抗虫的 所以这个 你出油多 他又抗虫 这时候它的豆渣是绝对不能吃的 但是它的油是经过检测的 就是跟我们自然产生的 比如油菜花或者那种油 那个成分是完全一致的 没有任何的不良的反应 检测过几年 所以他还认为这个油是安全的 但是切记这个渣子是不能吃的 你也不能去喂动物啊 去弄这个东西 更不能让人吃 然后这个 这个水稻也是这样子 虫子吃了要毒死 人吃的会不会毒死 从现在的检测来看 不会被毒死 因为这个昆虫有一种 这个我也生物学家的 咱们就能吃 它有一种 我们先找个人来吃吃看 它都结合 结合它有一种特殊的 山区新安都吃不死了 它有一种 它有一种特殊的味点 就是跟昆虫那个是能够结合的 所以昆虫吃了之后会死 但是人体内是没有这种结合点的 也就是说它完全没有办法 接纳这样的毒蛋白 所以现在在这样的检测下 我们只能说在现有条件的检测下 检测下来 这个大概还是安全的 就只能这么说 现在问题就在于这样 就仍然回到那个矛盾的点上面 这个矛盾是什么 这一方面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 越来越多的风险 越来越多不确定 这个不确定的历史 带给我们太多的教训 上世纪六十年代很流行 用DDT做农药 当时大家都觉得没问题的 是过了差不多十多二十年 我们才发现它原来是有问题的 当时也做了一些检测 我们也觉得是很安全的 所以现在问题 我不是说这些食品一定不安全 而是这里面仍然有风险 那现在问题就在哪呢 这个矛盾就在一方面 我们又害怕这个风险 我们不想吃这么一种 现在看来没问题 说不定将来有问题 或我孩子会有问题的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 中国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 肯定是迫于人口压力 发展的需要 这又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现在卡在中间 你看我就看了美国那个纪录片 它里面就讲到一个 也是你先讲历史 就说这个种子 咱们以前很少考虑这个问题 说以前这个种 培育种子的是什么机构呢 是公共机构 比如说大学科学院 他们培育这个种子 但是现在呢 就在美国 比如培育大豆种子的 它是蒙三度公司 这种大的垄断性的粮食 这个这个企业 甚至是化工 是吧 那么他们培育出来的这个种子 然后让农民用了之后 它垄断性的 就农民你不能保留种子了 你必须都种我的这个 转基因的这个这个大豆 甚至于我再给你讲啊 你像这个 老贤平在演讲中就说 转基因的玉米大豆 他听说会破坏肾脏和肝脏 他他他他听说啊 那么他还说到一个问题 比我们曾经从这个 蒙三度公司这里啊 这个引进这个棉花 一种转基因的这个棉花 按说棉花毕竟不进嘴 大家很多时候都 我的叶凯有的理由 我是能明白的 比方说 转基因它防病充害 实际上呢可能还减少 在水果上喷洒农药 这个农药残余到少了 可是转基因有个什么问题 就拿这个棉花这种举例子 他这个基因呢 防的是某一种虫子 对这种虫子防了 可是呢什么红蜘蛛 牙虫啊另外的虫子 它防不了 那么于是呢 你还是得照样用药 用农药 这个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狼教授恐怕 对于生物学方面 我不说我是生物学家 但是我起码真是非常认真的 咨询过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像就是像孟三都公司 它这个它的强盗海盗公司 这个本质是在那 但是有一点也就是说 像这种转基因的作物 或者是非正常的动植物 它的繁殖力都是比较差的 它的种子是必须是新培育的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大豆啊也好 然后你们还记得那个克隆羊吗 克隆羊它像克隆动物 是不可能有下一代的 因为它都是基因技术造成的 所以它的像这种植物 你说正常生长的植物 我们会去收种子 然后把好的保留下来 放在仓库里 第二年再种对吧 但是这种转基因 它就是它的性质 是没有这么明显的 你再种的话就有可能很差 然后它就未必有 转基因的这种功效 所以它必须要新的种子下去 但是人类就自然培育的 这些种子它是有极限的 你拿这个我们国家 这个袁隆斌教授 他不是杂交水道之父吗 对不对 他去培育这个杂交水道 他现在每亩达到 1000公斤左右 这个已经是极限了 就是说再突破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如果他还要到处去寻找 这样的野生品种 这个对他来说 也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 就是都种这个杂交水道的话 所以他要下一步真的要突破的话 唯一的办法是转基因 要么就这样就到头了 要么就用转基因的技术 来改良它的隧道 没有第二条 除非还有另一种方法 就是整个经济的生活模式 的一个改变 对 但这个改变也是要付出 很大代价 虽然我觉得是好事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现在有些地方 它开始做回一些有机种植 或者是拒绝返金 甚至拒绝用农药 现在有一些真的有些农民 是完全不用农药的 那么他们怎么做呢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 他整个生活方式 整个地方经济结构都要变 例如说 他现在不用化学肥料 他要有机肥料 这个有机肥料从哪来呢 他要去收集 那就忽然地方上 就重新有一批人 要干这个有机肥料的收集工作 整个村镇的整个结构模式都变了 我们现在太习惯了 我打断一下 以前像北京 这个老的 我说的那个一点 就是他说的有机肥 就是被厕所收粪 是有粪坝的 知道吗 粪坝 对 就是大家都 打杯 就是他每个就是要霸占在那儿的 那现在我们的整个城市 都是冲到大海里去的 通过处理之后 所以这个就找不到了 哪是一个入口 你去把这个有机肥料捞出来 然后捞不出来的 弄到田里去 没有这么一个 它在牵涉到什么呢 就现在很多人 真的是在提倡这个 印度做这种实验 做的特别多 就印度很多地方 他们现在拒绝这种转基因食品 或者是想回复一种有机生产方式 而且他们还面对过 他们想同时要除瓶 除瓶跟这有什么关系 我们传统的除瓶的思维就是 我如果比如说给农民转基因的种子 它产量就会高 它赚钱就会多 对不对 但现在有一种思路就是说 我的做法就是我让他们回复自然生产方法 他们卖出来东西会比较贵 因为现在外面卖的东西不自然 第二就是那个地方 因为它这种生产方法 它会带动整个村镇很多的新的环节加入出来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收粪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还会有别的东西也慢慢加入了 比如说有一些专门做稻草人的人出来了 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出来了 那等于有点像复古 但是这也是一个活跃地方的一个方法 这说白了 真是个人类发展方向的问题 我现在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已经有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说这个人类啊有点玩悬的了 往前比如说转金水道 你也说对吧 就说这玩意儿真要说证明 八十年一百年的人来检验它 是不是可靠也不过分 可是呢你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时代 你所有的食品严格来说都不能叫安全 那么这个就是 所以我现在在说的是这个两害相权取其亲 对于我来说也许觉得这个是比较轻一点 那个是比较重一点 其实以前刚才文道说的这个整个恢复绿色世界 意味着人的生活方式要转变 然后人的贪念要抑制 然后人口要减少 但现在以前说句实话 在这个靠天吃饭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 完全靠自然条件 你如果人口太多了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瘟疫 一种是战争 就一场黑死病过来 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没了 然后他就给你调节掉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 很多说的难听点就是 他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 他不应该留后代的 他有后代留下来了 对不对 这样导致这个自然的筛选过程 在人这儿差不多已经终结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一个就是就像你刚才讲 是我们发展方向选择的问题 我想也许叶潭你那个想法 就是我们就只能走上这条路 但是在我看来 我们现在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而且这个其他选择正在出现 也越来越多 有个例子很好玩 就我觉得最近几年有个数字 就是我们看英国 美国都出现一个情况 其实越来越多白领回农村生活 尤其英国已经连续三年 出现一个人类史上 没出现过的一个现象 我们现在人类不是都说 大家都往城市住吗 对不对 就是城市化人口会越来越多吗 将来住市里头的人 会比住农村的人多 但是英国已经连续三年 是我们回留的人 超过进入城市的人 所以啊 还是毛主席 有先见之明啊 早晚我们人类还得展开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 才能管救自己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这个反对派里啊 甚至还有一种就阴谋论 认为这个转基因水稻 是美国鬼子的秘密武器 他们啊 就是要让达到中国人亡国灭种的目的 他们自己为什么不拿这个转基因 作为主粮 是吗 他们就是西红柿啊 什么土豆 但为什么拼命的往欧洲 这个说法 我们一天到晚都说 美国想我们 美国为什么想我们 亡国灭种 就为什么美国想法那么奇怪呢 亡国灭种 不想您得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一个国家人 老想亡别人呢 这是干嘛呢 对不对 对他没好处吗 我们十三亿人民 一人吐口吐嘛 就淹死美国啊 对啊 他们很威胁啊 这个 那也是 文烟的死人家 我看这旁 其中他人汗水 就是他其实留着你这些人慢慢赚你的钱对他来说更好 没错 就没有必要 所以他们的秘密武器啊其实是金融工具 对 我觉得金融倒是很明确的 而且对欧元都有 我现在看的 没错 现在也是 但是这个你要说 转基因是美国的秘密武器到未必 因为我们现在的转基因 包括那个像柯林顿时代提倡的就是全球的转基因图服 比如说水稻 玉米啊 这些转基因图服 是人类共享的 这是一个联合国项目 是柯林顿那时候倡导的 提出来的 然后包括转基因的这些技术 其实比较成熟的 国内的科学家都能干 未必要在人家的树上去调识 真的要找这个 他们不一定赚得到我们钱的 如果我们大力搞的话 是的 坦白讲 但是我就觉得啊 现在我们啊 不得不开始学习接受我们完全不懂的东西 而且就像说的 说是安全检测 安全检测我们可以相信吗 是吧 什么什么政府 政府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吗 你你原来要要监局的那个给枪毙了又怎么回事呢 是吧 你就是我们现在 而且你这个科学知识啊 信息太不对等 你比如举个例子 你当年说激光 这个现在说激光至今是眼 你记得吗 那个有一阵有人找我去做 我问了我周围十几个朋友啊 最早的一个 他已经是做过了二十年 那么我问到这些人里边都说到现在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个人跟我说 就是视力有点回回到原来去了 然后呢 看这个路灯啊 有点成影 那么我就害怕了 就因为他这一例反正 我就不敢做了 这个是的 所以在你心里有这个阴影存在 总觉得是这个不安全的 所以我就不能做事 这就是非天鹅原理 就是说我只一千只白天鹅过去 你都不能得出说天鹅就是白的 对啊 哪怕只要找到一只你就能反正 就推翻原来所有的结论 归纳法不是最科学的理由吗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觉得是现在有什么办法呢 我觉得你要相信就是让大众来选择 刚才那个文道说的是让大众来选择 比如贴在最前眼的地方 是转基因还非转基因 然后哪个卖的更贵一点 这样子用这个经济激励的方式 让大家去种这个激励大家去种非转基因的作物 对不对 因为他能够卖多钱 虽然他产量少 当然我钱买得高啊 每亩这个人家只卖一百块钱 对吧 但是我可以卖五百 我当然我衡量一下 我还是种非转基因的 但是再深入下去的话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就是 诚信度还很不透明 需要追究的这个黑箱还很多 一个接着一个 就拿这个非转基因作物来说 你如果真的要给消费者知行权的话 第一 这一代的作物喷洒了多少农药 你要说 第二的话 这个农药残留物的标准是多少 跟国外的相比怎么样 你要说 第三的话 土地板结化肥这一块 这个它的营导致它的营养下降多少 你也要说所有的这一切信息都要公开 那么才是对等的 然后转经这一块 你除了说它这个产有好处 刚才我说的安全性之外 你还要说未来有可能产生什么不安全的地方 这个你全都告诉大家 现在有一个出现一个什么运动呢 就是说因为最近几年啊 其实对食物的关心啊 就食物以前就当好吃不好吃嘛 对对对 但现在关心食物的健康伦理经济政治问题 成为一个全球热门话题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想自己种地 包括中国人 现在很多富人都不是聘一些农民养头猪 没错没错 对对对 过年做腊肠 我在南京那边是看到是这样子 就是一大块农场 然后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就包给中产阶阵认铃 就是这种的吃的 对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另一个问题啊 讲这个食物标签什么资讯要公开啊 就因为现在最近几年 这个全球化问题出来的时候 大家讲公平贸易嘛 然后也讲这个环境的食物的环境消耗 比如说现在很多我们这些搞环保的人 都很强调一点 就是说吃东西吃本地产的最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个是 对不对 有个名字叫食物里程比较短 什么叫食物里程呢 比如说你今天在北京 你吃的牛肉不是就近产的 居然是从美国过来的话 那你吃这个牛啊 他那个肉是搭过飞机的 搭一趟飞机呢 他还要排放很多二氧化碳 所以你吃这一顿牛肉呢 你又破坏环境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就说 这个食物里程也要加进标签 可是后来呢 又有人说这还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发现啊 原来你本地出的食品 不一定更环保啊 为什么呢 你本地吃的这个食品 万一你吃这个牛 本地牛 他这个次料也是空运来的 那又怎么办呢 所以呢 现在呢 有一些学者 真的有人在做 听起来很繁琐 他们要做一个 全套性的食物标签系统 就是所有关于食物的 我们刚才讲 基因啊 农药啊 环境影响 全列出来 那你就想这个食物 这个包装怎么办呢 但因为现在电子技术 说明书 说明书不是 用手机或者手表 一过去一看 我们马上就都看得到了嘛 天哪 将来 在那个条码上面 将来咱七顿饭之前 大家先看本书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如果我讲啊 这个我们现在讲 刚才讲到大问题了 就从基因 转基因食物 讲到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 我们不知道 未来面对什么风险 不过很多转折点 很快就要来了 除了转基因食品之外 其实还有一点 最近科学界一直很热门 讨论的一个问题 有个词 我不知道英中文怎么翻译 Singularity 叫做单点 大概可以叫做单点 或单元点 那单点是什么 单点 不是 是那个字 不是这个意思 单点也是牵涉到 一个人类发展风险的问题 这个单点指的是个时间点 就是说人类 也许很快就会到了那个点 那个点是什么意思 就是到了那个点之后 我们做的人工智能终于出现了自我意识 就是过去那些电影里面讲的那种恐怖的环境 这个东西以前是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爱讲的 但我最近发现美国一些大学MIT的教授 都成立专门研究中心搞这个了 已经有些研究中心在互相 他们认为有可能成真了 很快 他们最快的预测是2015年 就是2012年再延迟三年 但不一定完蛋 现在争论的时候有开前阵子还开过科学研讨会 真的一帮学在争论会不会完蛋 就不一定完蛋 因为只是说到了那一点 我们会为奴是吧 也不一定 只是到那一点 这个AI就人工智能会有自我意识出现 但这个自我意识的结果是什么 到底是不是像电影讲的他们搞一场核爆炸 把人类干掉还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觉得就是他们统治我们嘛 对 把我们当牲畜一样 对对对 对对对 还死了 还是转基因的 你要直接是死了 对 你就死了 所以我想说是像这种东西 那我们现在问题就在于 你明知道人类现在真的会走向那一点 所谓singularity单点 不难 不难 而且是走得到的 迟早会到 其实人类 对 迟早会到 绝对可以 但是问题是 你走不走呢 走不走 我觉得按照人类现在的贪婪本质来看 还是会走的 一定会走下去 没说 他没有办法 你比如说这个吃好的穿好的就不说他了 你说现在人人不想长命百岁啊 那活了一百岁想两百岁 对不对 他就无穷无尽的这个贪欲 然后你你就是两百岁会死吗 他就说我克隆一下 克隆一下还是另外一个我 他说不定再活个一百岁 就虽然生长的环境不一样了 但是从所有的遗传性征来看 那个我就是这个我 而且 而且没有区别 而且现在啊 就说这种人道的这种最基本的这个这个底线啊 已经被打破了 就算就说 我牛奶里加三聚氰氰这种事情 好了家三聚氰氰已经出了 还能把当时有三聚氰氰的牛奶不销毁 敢自个儿存着 然后风头过去了之后 现在还拿出来卖 这人这个 再拿出来 所以所以我就在说 这是食品生产啊 我我集中选择 你说如果说一个非常有信用的公司 告诉我这是转基因食品 我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是街头小贩 他告诉我绿色食品 但是里边三聚氰氰啊 苏丹红啊 什么农药 什么都有 你到底吃哪一个 就说白了你能信谁啊 为什么大家这么反对啊 因为我们现在患了恐惧症啊 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百分百可以靠他的 这就靠上帝了 但是他们真正依靠的 觉得是绿色植物的 其实也不值得依靠的 不是 最大的悲惨了 对